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 停下匆忙的脚步 一起品味人生 第四十七站 寒流 气象局说 今年最强的寒流即将来袭 今天温度就会迅速降到摄氏10度 沿海和空旷地区甚至会降到8度 这波寒流将持续一个星期 才刚听完气象报告 室外温度立刻快速下降 还好 早上趁天气稍微暖和 先给四只狗洗了澡 不然就得再等一个礼拜了 洗澡时每只狗都冷得发抖 但是如果不洗 即将获得最后胜利的抗澡之战 恐怕就会前功尽弃了 对狗儿说 再忍耐一下就好 再忍耐一下就好了 四只狗好像都听得懂 却还是抖个不停 洗狗时 来访的友人很不以为然地 说了几声狗奴才 想了许久 也许自己真是一个狗奴才 为了抗澡 一星期洗四次狗 然而 狗从来不是家里的宠物 家人从来不是可以主宰他们命运的主人 狗 也从来不是家人的主狗 家人和狗 只是瓶水相逢 恰好都活在这个当下的有缘者 唯一不同的是 它们是狗 家人是人 生物之间 为何一定要有这么多的分别 这些狗不是落难流浪 就是受伤被弃 只是家里恰好收容了它们 就如同人应该帮助别人 人不也应该帮助其他生物 人已经主宰了地球 一定还要独生于地球吗 何况狗儿知恩图报 保家护家 恰如寒潮中一股暖流 如此温馨 这样单纯 不是众多心机复杂的人类 为了寒流到来 特别买了一支温度计 将温度计放在三楼户外的阳台上 期望随时测得室外的气温 晚上十点 室外温度已经降到十度 隔日早上七点 温度计显示八度 清晨四五点时 应该只有三四度吧 因为强健的地瓜叶 已被降霜冻伤了 这种温度 在台湾已属低温 在韩代国家来说 虽然不算什么 但是习惯高热的台湾人 实在不太适应 从都市搬来山林 第一次面对这样低温 全神贯注 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口罩大衣全部出楼 果然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由于戒备严密 既安然度过 寒流 对新山林人来说 当时更加戒慎的时刻 寒流来时 更爱到户外做事 寒风中 头脑显得更清楚 手脚更想活动 尤其爱扫树叶 山林中 一阵强风后 落叶满庭 一片狼藉 正是用竹燥把 温柔清扫的好机会 是上天赋予最好的 饭后运动 不用走远 不假外球 轻缓舒适的运动 就在身边 每当双手 拿起竹燥把 轻轻扫过时 一股电流 就从脚底涌起 冲过成丹田 进入心肺 那不可言语的温暖 瞬间充满全身 将树叶扫成堆后 用本机集中起来 然后倒在树叶集中厂 这样 堆肥的材料就又有了 回头一望 扫过的庭院 干净如新 心中的快味 真不可言语 以前视为 大麻烦的扫树叶 如今 心境一转 竟是上天 一举三德的恩赐 不禁跪下 感激上苍 赐予山林的寒流 赐予山林人 新的见解 以前 从未感谢过寒流 更为爱过冰冻 因为自小 自己就非常怕冷 现在才知道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各有所思 各行其分 就像人生 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永远 相伴相生 缺少任何一季 就无法品尝 四季的酸甜苦辣 中午 温度又回升至15度 原来 太阳露出了金脸 不觉喜爱冬天的阳光 远胜夏天的冰淇淋 暖阳 总爱伸出千万只揉手 抚慰无数僵冷的生命 想起冬季出生的母亲 张冬季女士 温暖的阳光 就像母亲 艰辛粗糙的双手 那样纤细慈祥 温柔怀抱 长期瘦弱的孩子 走上阳台 一阵山风吹过 寂静的山林 仿佛开口 冬季至此 思念母亲的孩子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